除了关心儿哨福利 伸张朋友的权利也不能忽略 今天有上百名轮椅族 为了抗议政府的政策限制太多 下午齐聚在台北市政府表达不满 希望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 可以为他们多想一点 为了不想再被歧视 上百名轮椅族一起上街头 主张自己也有正常生活的权利 今天连我要到职场这段路 根本就有困难 会出门在外 爸妈不可能绝职都在陪在身边 爸妈也会到 现在的服务根本什么都没有 根据之前内政部所公布的 自立生活事办计划 对于个人助理的照护时间 政府一个月仅仅补助60个小时 以一天就要别人照顾 将近20个小时的林小姐来说 根本不够用 因为就像灰姑娘一样 两天用完以后就必须关回家里了 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使用这个服务 下午顶着大太阳 不论是带着呼吸器 或是躺在电动轮椅床上的伸张者 他们要让大家知道 自己在社会上也需要立足之地 判众生兼具一架中带走 来自台湾各地的伸张者 聚集在台北市政府前 用行动剧凸显他们的无奈 他们希望政府在制定政策前 能先倾听他们的声音 卫贵社会 卫贵社会 自立在我 UZTV黄一仲 周玉柔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周玉柔台北市政府前